淑芬问到说明天开始是不是要带雨具 明天的话呢 北部跟东部会有些短暂争雨 而中南部地区呢天气晴朗 还有一个恒春半岛会有点短暂雨 其实跟什么有关 跟尼克台风 尼沙台风倒是有点关系 尼沙现在呢 已经正在逐渐的要接近菲律宾咯 那倒是它的走向对我们会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呢 等一下再告诉你 先来看一下你准备要上班上课的天气 先注意到天气形态 北部云量多一点 到了东半部阳光露脸 中部南部也都是天气晴朗 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冷空气来 温度都很快的上升了 现在北部在27度 南部地区现在也是在27 外岛地区呢 马祖23度到了澎湖26度 外岛的云层量来说略为偏多 中午天气热 记得户外活动要多喝水 那尼沙呢 我们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注意到卫星云图上 台湾上空呢 现在最主要呢 有一些云层 不过是主要是从东风吹进来所带进来的云层 而我们再往南边看 可以注意到 菲律宾这边有一些云系正在发展 这边呢 就是尼沙轻度台风了 其实啊 它前两天走的速度真的蛮快的 每小时甚至达到31公里的速度 为什么会那么快 因为这个区块呢 是高压的范围 这太平洋高压的导引气流 非常的明显 使得这个台风很稳定的朝着西的方向走 走的速度很稳定 又很快 相对的转向的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它未来的走向 在明天清晨就要登陆菲律宾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路径了 它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影响 尼沙现在呢 是逐渐的加速在这25公里的速度 朝着偏西北溪的方向移动 在明天清晨就要登陆菲律宾了 之后呢 通过旅宋岛 礼拜三的时候就到南海 那在今天到明天的这段路径当中 它的环流的水汽会上来 使得我们的东北角地区 台北靠近东边的部分 宜兰地区云量多 会有些降雨的状况 那到了明天清晨 它要登陆的时候呢 水汽上来 使得东半部地区云量多 北部地区云层也会比较偏多 还有一个就是在恒春半岛了 那到了明天白天 一直到后天的清晨的时候 它通过旅宋岛的时候 我们东半部地区呢 都会有些短暂震雨 不过啊 到了礼拜三的白天 它进入南海之后 开始往西扁西的方向 往海南岛的方向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周三到周四的时候呢 水汽上来 东半部地区的云量减少了 北部雨也停了 但是在南部地区 也就是在高雄屏东呢 云量多之下 都会有些短暂雨的状况 还有包含中部地区 这最主要是因为 台风在南海的关系 风场会有点偏的西南风上来 带进一些水汽 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呢 台风就已经接近海南岛了 之后呢 就要减弱消失了 倒是啊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礼拜的天气形态 来说 周一到周四的时候 温度偏高 不过周五开始有变化了 因为最主要呢 在于北方的高压 开始逐渐的南下 封面会在周五的时候 形成 刚好就是泥沙带上来的水汽 在大陆的华南地区 形成一道封面云带 而这道封面呢 周五晚上就要接近台湾了 所以呢 我们的气温在周五开始要下降 这个礼拜六日啊 温度又要回到 二十度的低温哦 晚上温度降 白天高温中部以北 都没有超过三十度 所以呢 在这个礼拜的后半段来说 大家就会注意到 东北季风开始增强了 我们再来就看看 今天的温度了 今天的温度状况来说 北部的高温到三十二度 中午热 但是台北东边 东北角地区偶尔会下点雨 台北的西边呢 可就是阳光露脸了 中部地区的朋友 中午天气热 记得要多喝水哦 昨天的新竹可是到了三十四点五度 今天一样是天气晴朗 南部地区呢 云量来说会多一点 但是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 不过啊 在台南跟高雄 中午温度还有三十一度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呢 在早上的时候是天气晴朗 到了今天下午晚上的时候 有些零星的短暂雨 今天礼拜一哦 来看看这个礼拜的天气了 先注意到明后两天 北部东部有点降雨的机会 周三就开始减少 中部南部呢 天气晴朗之下呢 中午热到三十三度 温度状况来说 在礼拜四的时候还是偏高 北部的雨要少了 天气转清 而中南部呢 云量多一些 在礼拜四的时候 有点短暂雨 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哦 礼拜五开始啊 随着北风吹下来了 云量增多 风面接近了 北部高温没有超过三十度 尤其六日两天啊 低温的部分掉到二十到二十一度耶 而中南部地区呢 可以看到中午有三十三度 天气其乐 但是日夜温差大 所以这个礼拜 前半期偏热 但了礼拜五以后开始 温度将要下降 小丁宁给您个提醒了 最主要中午天气热 记得要多喝水 但是呢 南部海域风浪大哦 海上作业的朋友要注意 现场交还给淑芬 我们下期见 词曲 李宗盛